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台湾的力量 也就是透过职务的香气 认识台湾 而且有力量 这是商周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有两位 一位叫杨志凯 一位叫温佑军 他们都是学问很高的 像杨志凯目前在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 担任助理教授 像温佑军老师 是英国肯德大学的哲学研究所 然后也是英国伦敦方辽法学校的毕业 好厉害 也是肯元的创立者 就是老板 出这本书的目的是 从很多植物里面 来介绍他们的气味 从而认识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两位作者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介绍 由两位来跟我们介绍 森林里的香气 两位在我们线上 两位好 嗨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这个女生就是温佑军 男生就是杨志凯 两位老师 你们为什么想出这本书啊 其实这本书 其实就像那个主持人所讲的 我们想要透过无感体验当中 比较少人会使用的这个咒觉器官 然后嗅觉的感受器 然后让他们能够走入到自然里面 你们是学这个的是不是 就是这变成一个独立的专门 很专的学问 对不对 算不算啊 志凯是分类学专家 他对植物是非常鲜熟 那我是对于植物的气味 做了比较多的一些理解 你们两位共同合作 那是因为志凯 志凯老师 他是因为是分类学的专家 那你是对于气味 已经有很多经验了 对对 那可是我觉得这本书 对我来讲非常吸引我的是 他居然有一点点图鉴的效果 就是这些植物的图鉴 我透过这些植物的图鉴 可以认识到这些植物 包括他的名字 包括他的气味 甚至包括他的功用 我觉得是一本很棒 很棒很棒的书 那你们怎么会 想要出一本这样的书 谢谢 对我来讲 就是我因为我的主业是方向疗法 那但是我以前都是带着学生去国外 香气旅行 特别是地中海地区国家 美国去 然后这两年呢 当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关在家里 可是我在这书里面一开始就有讲过 那以前我去这些地中海国家 对他们的植物非常熟悉 那搞到最后呢 那个有一次我先生开了玩笑 因为我先生和蓝人 他就说 你跟这个台湾的方向植物可能都没那么熟吧 这个算是 这算是刀你是不是 对 被刀到 被刀到 真的耶 然后我就开始回来认真做功课 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做功课花很多时间 你等于是要走进台湾的每一个森林 应该是说尽可能 那每一个森林是志凯老师的专长 他都全台这个踏片了 那总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意识到 我也看到 其实不光是我跟台湾的这些方向植物不熟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可能包括主持人您 都不晓得台湾这么香 真的 没有当然现在有像像台湾花莲有一个饭店 他专门是在 号称啊 就是种植了非常多的辛香料植物 对不对 有这样子的饭店吗 度假饭店 但而且现在 现在台湾的餐饮业也非常重视 所谓的在地化本土化 希望以台湾在地的这些食材啊 来来来演绎 或是诠释所谓的台湾味 那当然了 植物在这个里面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他们这些厨师可能用的都是herb 也就是所谓的辛香料或是香草 但是你们介绍的就不只是这样 你们更开阔更更广义嘛 对不对 应该是说 现在流行的蛮多是外来引种进来的 不管是东南亚也好了 或是像我刚刚讲的 因为比方大家耳熟能详的 什么迷迭香也好了 什么迷迭香啊 百里香啊 对那都是外国的东西 是是那我在这本书里面 试着跟志凯老师一起从原生植物里面 比较多 台湾在地原生 对不对 台湾在地原生植物 对对志凯老师的专长 因为他他对他们知之甚强 这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两位要共同的出差 共同的去去去找到这些职务了 是不是叫说 我们是分别工作的 志凯来讲一下 好 志凯来讲一下 其实因为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要出门 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 我跟文老师大概当了 大概将近两年的比友 真的 比友 然后最后这本书的初稿 一直到出版之后 我们两个才在这本书初稿的前几周 才碰面 才出了一场外景 然后接到这本新书的时候 才正式碰到面 哇 那这样子的合作默契很 很奇特 很微妙 然后很难得 对不对 这真的好厉害 OK 那你们怎么分工 所以你们的分工方式是 其实因为 我也跟主持人 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因为我就如同文老师所讲的 我是在森林系 就如同主持人讲 我在森林系教书 对 森林系教书对于学生来讲 讲形容气味的话 其实真的没办法 像文老师形容气味这么的缤纷 这么的多元 而且这么多有趣 而且要精准 对不对 而且我们教学生 通常所讲的气味 可能就会讲说 这个叶子闻起来很香啊 叶子闻起来很臭啊 然后不然就是闻起来 就是有专门的一种植物闻起来 就像电线走火卫啊 有这种植物哦 有的 有的 有书里面写了 真的啊 哎哟 那因此他就觉得说 这个也是在 特别 这个老师的专长是植物导览 他以前很长的时间 在实验龄里面 特别像西头 做导览 他大概是台湾这种植物导览界的 神一样的这样子的人物 他特别生动 可是他也觉得在介绍植物通常 呃 就是 姚先生你一定也曾经经经验过 就是大家会介绍说 哎这个植物 他长相如何 可是很少提到气味 很少很少很少 因为这个因为很专业嘛 这尤其是 应该这样讲 aroma这件事嘛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 过去比较常出现的是在形容葡萄酒 对不对 后来就变成了开始有一些精油 或者是香氛的香水 开始被仔细的研究 然后拿来形容 就是沟通了 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要从我们生活森林里的植物 要这样子去认识 介绍他们的气味很难 对不对 尤其是没有一个统一的 description 就是那个形容词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你们怎么做啊 对 也志凯要不要分享一下 后来看到我们做出的这个成果 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好啊 其实温老师现在所写出来的这个声音的气味 其实让学生对于气味的形容词啊 嗯 其实说真的就是变成多了很多了 嗯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学生来讲 包含说我们自己本科系的老师们 其实对于这个气味的形容词 可能好像太过于贫乏了 那因为这本跟吴文老师的合作之后 老师们可能会觉得 嗯 原来气味也可以有这样子 当然这是知识的一部分嘛 对不对 然后要要要让全 所有的品位 所有人的品位提升 他就要变成什么 知识要转化成常识 那这件事情才才有趣啊 这更有意义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像像像老师 温老师这么专业 可是话有讲话 就是因为你那么专业 你才能创业啊 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是你才能够做一个这么伟大的事业嘛 对不对 其实不是伟大事业 谢谢您的这个赞美 但最主要我们写这本书是觉得 包括我自己啊 就是在在爬梳这些植物的过程里面 因为说实话 以前我们用的精油也都是 主要也都是国外进口的 对对 那写这本书才认识到 哇台湾真的是芳香之道 然后这些香气真的有很多疗愈力 那我们这么可惜 我们都忽略了 然后我们都没有亲近它 那只是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大家就觉得分多金分多金 但其实里面不同的植物 有不同的气味 有不同的效果 那这件事情 以前当然学界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是还没有把它科普化 然后整理出来给大家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是第一本哦 市场第一本这样子的书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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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看了我自己很喜欢了 而且我觉得要形容一个植物的味道 太难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对不对 那个杨老师 肯定的肯定的 那你现在你们合作这本 那以后是不是也顺便也要教学生 去外面采集的时候 也要闻一闻气味记住 在脑海里 药龙 其实我现在因为这本书的关系 或者说在这本书之前 我们就有做一些研究了 所以气味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我们在找寻植物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因为有气味可能才有萃取出来 可能会有精油 或者是所谓的存入之类的 所以本来就是我们搜寻的方向 那个主角之一的 那现在因为这本书出来之后 我想好像更多的学生对于这一块 是有兴趣的 不管是有没有发展性 其实他们都开了他们的眼界了 所以我就这本书 那他有机会被切割出来 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 aroma management 就是气味管理 或是香氛管理 台湾的学校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当中 好像是比较偏少的 没有嘛 现在就没有嘛 对对对 应该可以 这问老师可能也比较了解 我们这个学校 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专门的学科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非常多 跟生活有关的商品 都会有气味 你看哦 从酒 橄榄油 茶叶等等 到芳香精油等等 里面都会有不同的 而且他可能是透过数种 甚至数十种的味道组合 创造出来一个新的味道 所以而且这些味道背后 他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什么样的效果 这是一个很很棒的学问 我觉得台湾如果早一点 赶快做赶快做 然后呢 对不对 我是讲真的啦 这个我觉得好棒哦 这一点来讲 可以呼应主持人的这个 广播的见识 其实台湾的茶产业 已经做到了 台湾的茶 首先台湾的茶 在全世界来比的话 它最独特的是它的香气 就是因为比方说 对外很多茶也很好 可是你相比之下的话 台湾茶最胜出的一点 就是它的香气 对 那因此台湾茶在香气上面的这个判别呢 已经走得蛮前面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点 但是其他的芳香植物的认知啊 还有开发啊 那这两年逐渐的我们的林业的长官们 也开始看重了 所以林务局啊 林事所啊 他们都有很多的研究 然后还有去协助地方的这些社群啊 部落啊来开展 所以逐渐发展中 嗯 好 刚刚那个温老师有讲啊 就是说 不同的植物 他们可能背后除了香气以外 它可能有不同的疗愈的效果 这个事情我就特别的好奇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啊 从两位的专业 来跟我们来分享 是怎么样的疗愈 然后呢 是真的吗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跟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老师 杨志凯 还有另外一位这个温佑君老师 他是这个肯源的创立者 他自己也是在英国的肯特大学哲学研究所 特别跑到了英国伦敦芳香疗法学校 去学习 学什么学味道 上个阶段我就请问 请问两位老师 这本书竟然叫疗愈之导 在六十种森林的香气里 闻见台湾的力量 我很好奇的是 味道好 我绝对相信 但是他真的有什么样的疗愈效果吗 他是属于一种心灵上的 精神上的 形而上的解方 还是真的是在物理上 在医学上 他真的可以 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老师谁能给我解惑 那可能我要先回答 来来来来 谢谢 终于上钩 我想请问 姚先应该可能听说过 有一个植物 就是在拜拜用的香 那那个在台湾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植物 叫孝南 孝南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他拿来做香 是很有名的 可是他做香我不知道 那他过去 就是过去 他会被拿来做香 然后那孝南这个树 一般大家也蛮喜欢 那因为能拿来做香 城市看得到吗 城市里面看得到这个树吗 买得到 买得到 那看得到吗 种在哪里的 我的意思说活的 很多学校的校园里面都会种 然后公园里面蛮多的 对 那当然山里头当然也有 他是我们台湾特有种 然后那这个孝南呢 他的气味里面很厉害的地方在 其实刚刚就讲到说这个疗孝 是真的存在吗 嗯 那我可以这样形容 那个孝南 孝南 哎 姚先生一定知道 城香 知道 哦好贵哦 现在好多人在炒作 城香很贵 对对对 孝南真正孝南的香 他的那个作用 全部输给城香 哦 那这个就不是只是心灵而已 这个也有生理的作用 对对对 我的意思说就这样子 很烦躁啊忧郁症啊躁愈焦虑等等过动 然后呢他都可以让你症静下来 那这一点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了 老师那这个部分讲到孝南这个部分 我们是把它转换成什么 然后是内服还是外用 哦 西文就可以了 真的吗 西文 他是因为西文的话 他会直接接触到你神经系统 西文在我们所有的感官神经里面 嗅觉神经跟大脑的连结是最最最 距离最短速度最快的 你闻到一个味道 马上就会对这个呃 就是大脑的这种 他的知觉 情绪 对管理情绪的那个边缘系统 马上就产生作用 这个是在在科学或者是医理上面 是有根据的 是的 那我要我我我我 我要用力闻多久才有这个效果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嗯 哎这个很有趣 我让志凯来讲讲 因为他用孝南用的也很有经验 哦真的吗 来来来来 志凯老师 嗯 哎 孝南 嗯 其实我自己是用在车上啦 哦 对我自己是用在车上 他像不会不会越闻越香忙忙去啊 就睡着了 那个 过度镇静 那这个木头的味道 当然是安定的力量 所以这开车其实就是要安定 但是我 对就是平常时如果有一些 呃 比较激情的时候需要一点沉沉淀的时候 大概会用他的精油 然后让自己心情能快速平复 你是抹在头 精油你是抹在头 抹在鼻子 我直接就是点在一个 点蓝 哦 不是 就是 哎 比如说冷气口 我在冷气口上面的 遮阳的那个 那个垫子上面 嗯 然后加上一点点这个 这个孝南精油的话 就可以让整台车都是这个 孝南的味道了 是真的有安定的作用 是是是是 那我 我这样被你这样一讲 好像在做直播主 了 哦 我好想去 我好想去去弄一罐来 在哪里去买 我记住了 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记住哦 这两位都是老师哦 他们讲的话是有道理的哦 真的真的 像临市所 嗯 临市所他曾经把85种台湾原生植物的精油 拿来测试 结果 杀菌力 抗菌力最强的就是孝南 是哦 啊那我现在到哪里 我这就不是 被这样讲 我就好想好想去买孝南的精油 在哪里买了 在哪里可以买的 其实有他比较他精油本身会就贵了 呃对比较稍微昂贵一点 但是他的那个他的墓穴 也有香气 啊他要做成香嘛 所以其实还 还表你在花式也有机会碰到 在台北的花式 然后他的精油在通常 像苗栗一带啊 嗯就是说他们有有有有种植的嗯 对对对 然后那他会直接萃取啊 哦 其实上网上网搜一下都看得到啦 好啦好啦我当然当然就是懒嘛 现代人都很懒 就像我有时候介绍介绍某个地方 某个美食明明都写在里面了 他们还要问啊是多少钱 我都写了也告诉他们 我都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买了 他们还要还要加一句啊在哪里可以买 对我我现在也有这个坏习惯了 没有没有没事 好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的确味道这件事情是是对于某些的呃呃 情绪管理或是生理的疗愈是具有疗愈功能的了 哦这个是是是千真万确的对不对 嗯那他跟他跟那个在在在精品店卖的那些香水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嗯香水比较多还是用呃就是有一些化学的化学物质 对人工合成 嗯那我们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辨别这个是natural的 这是自然没有添加而非用化学的 这是我的题外话这怎么怎么辨别啊 就我把盖子一开我闻的出来吗 呃其实这个东西以现代化学的进步程度啊 就是化学技术的进步程度 没有经验的消费者确实刚开始是没办法 没有办法辨别刚开始 但是如果接触久了 比方说你让他闻人工合成的还有天然的 几种摆在一起多几次这样子让他闻的话 其实到后来大家都闻得出来 那个要天使用时间长的话 那要天天练习了对不对 他其实也不用欸 真的吗 欸真的就是说我有几个摆在那边 通常我我可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但是不是最精确的呃这个判准供大家参考 就是你如果闻到一个气味呢 是 他通常比较很强烈的马上就 你觉得好像就直接直打你鼻腔 是同样的哦 我们要讲同样的气味哦 不是冬瓜跟西瓜比哦 才能比 同样是啊 同样是玫瑰啊 比方说哎对那你去闻他这个啊 或是像像茉莉啊 台湾的也有 哇好香啊嗯 那那总之呢 你一闻你就觉得整个鼻腔都被那个气味抓住的话 啊就是那个强度很很大的话 那通常人工合成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但是你闻的时候你觉得欸 他是淡淡的优优的 那倒不是农淡的问题 他你会觉得他那个尾韵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出来 嗯 不是只是一下子马上就被一棒打昏 或者是说一下马上就被打倒 天然的东西跟化学东西大概差别 其实就像植物染 植物染的那个色调就是比较优雅比较健成 嗯 那你如果化学染的话哇 很强烈 强烈 对很强烈 对同样的 所以色彩 那还有这个呃 呃这个气味还有甚至声音也是如此 你看哦 你说你听这个人工呃就是电电脑的这个电音 哦 跟你说你用直接用竹子啊 乐器 油水啊等等的声音 对 所以你感官知觉 你接触一段时间你其实就判断出来不用每天练 哦 哦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今天又好好棒哦 来那我们就从这个书里面来介绍介绍一些独特的植物 让大家了解老师可两位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城市以台北市为例 城市里面比较容易发掘找到而有特殊气味的这些植物可不可以举例 嗯 赤凯 赤凯 呃如果以这本书的话大概 呃可能除了高海拔的植物看不到之外 大概所有低海拔的植物在这本书里面应该都可以在台北市市去找到 真的假的 你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几种呃香气植物 60种60种 60种 哇都找得到 比方说那个姚先生家附近的公园很可能就可以碰到月局 月局就是七里香啊 哦哦我住在台北市民生社区那是真的 一定有很多很多特很多走走在那里那个味道 哇你不要讲了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小时候我家有院子哦 我家的院子里面有什么有芭蕾树有芒果树还有葡萄树啊我我我我去摘那个叶子啊搓一搓哦 那个那个那个芭蕾味就就就就很重 要不然就是那个芒果的也是芒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硬 嗯 我拆它揉一揉我好我也是喜欢闻那个味道了 啊 嘿那当然老师如果这样讲话那那个薄荷叶很容易种嘛啊薄荷那个到处都有嘛对不对 是 所以哦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味道哈哈哈哈 这就要看这本书了哦对不对 而且有那些形容词谱对不对 像像欸书里面有一个叫琼崖海棠 嗯琼崖海棠 我没看过哎它是什么味道 在南部比较多哦它是这种很缤纷的花香 嗯很缤纷的花香可是缤纷的花香就就就就就就比较难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了嘛对不对 对它其实我们通常形容气味比较重要我们会呃给一个画面因为你说他你要给一个画面 真的啊你如果拿他当品酒来讲的话你其实对一般人你如果跟他讲说这里面有20%的这种这个黑醋粒 然后30%的红椒等等对一般人来讲这也是没意义的就是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必须你必须吃过闻过你才知道你你讲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比方说以琼崖海棠您刚讲的那我把它小标把它说成是称风破浪的气味那你就有个画面咯你在海洋上面开阔 然后好像有一个可以让你去冒险的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想要去追求的那个状态 那那个就是那个花香可能可以带给你的一个画面这样可是老师啊这个在在面面面对面对面对很多学习的同仁时候 乘风破浪的气味它太形容词了吧会不会对对对但是当然比较具体的我们成分我们也会在那个里面说明简单来说它是一个花香 但什么样子的花香那里面也稍微描述了一下哦它比较接近橙花橙花就是橘子内开的花哦就有点精油 有这样子的一个餐饺同时它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心理上面的影响跟召唤出什么样子的想象那这个是我们下这个小标 真的会哦那你说那好了那我们就从这个这个花聊起我们进一段广告老师等一下跟我们讲 穷鸟穷鸟海棠可以给我们心理或生理上带来什么样的注意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一位是味道香氛香气的专家温佑君老师 一位是植物专家杨志凯老师聊他们合作的新书叫疗育之导 在60种森林香气里闻见台湾的力量 这是商周出版社出版的 我觉得这本书实在很有意思 光是每天认识一种植物认识一种香气 我就觉得这个发喜充满 哎因为生活太无聊太无趣了 每天认识一种台湾的原生植物的话 而且可以认识他们的味道 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上个阶段我就问问问了这个温老师 我说琼瑶海棠 他说是一种乘风破浪的味道 来来来来 那再进去一点 老师再进去一点 讲这个味道 好这个味道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因为 我们刚刚讲说 他类似像那个橘子类的开花 橘子就是那种橘皮科精油 对不对 有一个有一个悠扬的那种味道 他那个花不是橘子皮哦 是他的花 比方说 大家可能我觉得在本岛 你如果去苗栗台三线的话 种好多各种橘子 开花的阶段 或者是你到花莲一带 那那个柚子 或者云林 柚子开花的时候 都有香气 对对对 他们的花那种甜香 然后让你感觉 那个生活会开始很圆满 那你会开始觉得 哇 就是有一种新的可能 一方面他们的花 这个琼瑶海棠的花也是白的 然后也就跟这些橘子开的花一样 那它的甜度也是很接近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植物本身 就是生长在海边 很多啊 就是都生长在海边 那所以什么植物长在哪里 就跟什么人啊 生长在哪里 看长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就特别高 大概小时候的说法都是 他们都吃喝牛奶吃牛排啊 对不对 有时候我习惯你 这样讲嘛 生长的区域不一样 所以这个吃海蜂长大的琼瑕海棠 它充满了这一种 就是那个无银的无限的 可以去不断的探索跟开阔的 那样子的想象世界的力量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闻到那个花的时候 不是只是一种甜香 然后你还有那个海洋带来的 那个无比开阔的感觉 所以我说它是成风破浪的气味 难怪哦 那该那个谁来演一下了 夏夜烟火的气味是什么东西 温老师 那个夏夜烟火 因为其实志凯他对他也很熟 来来来 志凯 想象你的感受 对这是在形容什么花 就是碎花齐盘角 其实成风破浪跟 碎花齐盘角 对跟夏夜烟火的这个 其实刚刚温老师有点出来 它其实它成风破浪有另外一个寓意 就是说这个植物基本上是从台湾岛一直扩散到最西边的话可以到马达加斯加岛 哦 那最东边香料之岛 对就是就是所谓的我们南太平洋群岛上面就是跟南岛羽族有关系的拨迁 所以其实呃 温老师其实把它形容成成风破浪的气味 其实就植物学家来看的话 其实他简直就是一个南岛羽族拨迁的整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族群 就是一个见证者见证见证这个历史的植物 嗯 对对这个植物其实也是因为透过海漂的力量 所以你说你如果把它演绎出来 也就是说它应该也是具有成风破浪的一种 呃精神才能够着陆之后 然后在在这么多岛羽里面来做增赏 哎哦 这个你这样讲就感感感感动了感人了 对多么辛苦啊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还蛮辛苦 因为其实植物在在盐分的当中 要能够经由逆进能够生长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是 大部分的植物都办不到啦 对 非常少部分的植物能够办到而已 就生命力非常的强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刚刚现在所讲的这个夏夜烟火的这一群植物啊 嗯 其实本身也是具有成风破浪精神的 因为它也是跟琼瓦海棠一样 嗯 属于一个南太平洋群岛上面的海漂树种 哦 所以在你只要出国出去外面看到 比如说去关岛去自立复活节岛 或者去到南太平洋群岛的大西地 你可能都会有机会看到穹牙海棠 哦 或者是看到碎花旗盘角 嗯 在那一些地方来做生长哦 对那夏夜烟火 温老师取得很妙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刚好把它的主要开花的时间点 哎 把它点出来哦 夏天 刚好都是在夏天的晚上 那这个是晚上 哦 晚上开花的植物哦 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它有季节限定 也有当天晚上的时间限定 所以形容的就是再美妙不过了 没有这个是在 这个这个夏夜里的夏夜烟火的气味 是在形容它的 它开花的时间 但它本质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什么 我在书里面描述了 然后很好玩 有一些人都怀疑说 哎这是作者在唬烂吗 对 你说它好像舔了一口薰衣草风味的巧克力冰淇淋 哇 这形容好棒啊 这不是 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容啊 要容易被理解 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它是存在的味道 有很多的形容 尤其是酒 有很多的形容是 我根本就 没体验过的味道 比如说 各位酒客 你们有闻到一股 马粪的味道吗 我到哪里去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有一些就是 这个里面充满着下过雨后的泥梅味 我到哪里去 去闻泥梅 然后呢 我还要碰到下过雨的 那这就很难嘛 所以我就说 在形容任何气味的时候 是不是他要应该跟生命生活过程有关 才能够容易形成共识 然后被理解 对不对 是的 不过这个与会就会有地域的差别 因为姚信刚用的这两个形容词 对欧洲人来讲 他们其实是比较有办法想象的 但是这两样东西 在我们的这种气候跟土壤 跟生活环境里面是缺少的 所以我们没有对那个与会有共鸣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试着尝试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一些本土 它不是只是生在本土 然后这些植物也跟本土 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的不同的人 打过交道 见证过好多这些事物 那因此那他当然 里面对于这些气味的描述 也尽可能的是本岛人们生活中 比较可能有感受的 有感同身受 或是有这个共鸣的 对不对 来来我们再来看张树 张树的味道 因为张树 台湾的张树最早可能 可能根据很多的这个研究 他们是为了日本人来推广种植的 对不对 为了一些经济的经济利益 对不对 其实主持人所讲的这个的确是在岛上 后来我们调查的时候 跟做研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因为其实台湾岛上过去原生的张树 真的非常之多 所以台湾的从北到南 你可以看到很多张树的地名 但是现在看不到了 可能跟他的科学家报导有关系 所以整个张树从根部 一直到树干 一直到枝条到叶子 最后被利用的 真的是非常淋漓尽致 哦知道你的意思说 张树是 每一个部分都有经济价值哦 是的 是哦 我是知道张树好像跟 以前的电影的软片也有一点关系 对不对 赛露露片 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他的树干 树干可以用来做枪炮的枝干 是不是是不是啊 他可以做 主要的话是做成家具的 家具 做佛像 哦佛像 大概是台湾现在的佛像 大概还是用张树为居多 那这个没有尽采吗 嗯 哎张树大概你说禁法 现在大概禁法 好像张树也没有列为一个主要的对象 因为现在没有哦 张树来自于东林 哎哦 如果是天然领的张树 现在因为数量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如果要法材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程序 可以进行合法的申请啊 哦 哦 OK 张树那张树的味道要怎么形容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把它形容成再生的气味 其实是讲了一个小故事 来 就是呢 嗯 在呃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广岛丢了原子弹 嗯 那那个时候当初科学家本来预估在呃这个原爆之后 那那个土地七十年之内植物是生不出来的啊 结果隔年隔一年就是丢了炸弹的隔一年原子弹 嗯 那呃就有一些张树的最先长出来的就是张树 为什么它怎么这么强大这么有力生命力 所以我们把它描述成再生的气味真的很厉害 哦那实际在描述它的那个 aroma的时候老师们会用什么什么字眼来形容 它其实会呃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不管是张 张老丸的那个味道 嗯 它的这个对叶片果实那是它其中的味道 因为它不同的部位气味不一样 哦 叶片啊果实啊花啊味道都不一样 嗯 那它比较清凉感一点嘛 大家所用的各种 因为张老其实是无所不在 在所有大家使用的一些日常用品里面 是哦 都会出现 嗯 无所不在 真的就是你使用的各种的白 包括白花油啊 包括什么各种的一些 呃酸痛油膏里面 他们都会加进这个成分 那它的它的疗效是什么 它的疗效当然就是 哎活活络筋骨啊 是哦 所以早期像他不是闻的 他们产妇生完了以后 他们就是用章树来做月子的 用用章树的树干煮水泡 章树的树干煮水泡茶 就是泡澡泡澡泡澡 哦然后就可以怎么样 活络筋骨啊 因为你生完以后这个气血不顺了 就是花了这么大的一个力气 对女性来讲 然后他就是比方说跌打损伤 你可以用他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你内 那是外伤 那你内伤比方说你手术 或者是说像生产完以后 哇 这所有的伤筋动骨 所有的影响到经过运行的 你都可以用这个章树的气味得到调理 哎这些的知识哦 是是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累积 是前人记载下来 比如说比如说李时珍本草纲目啊 还是是是是怎么样 是这些医理啊 是怎么样的呃呃呃呃被证实的 嗯 就前人的记录也很多啊 然后现代的这种 呃科学研究也会去印证他 比方说呃 因为张树是所谓的江南四大名目嘛 哦是哦 整个长江流域的话 其实也是很多的 所以呃就过往的那个应用的记录 然后本岛的也非常的多 那所以呃人们过去使用的经验记录下来 但是现代的科学研究也可能也可以去证实他 去分析他 他这个成分里面有什么成分 然后能够能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哎老师听你这样讲 我就我就好想要要要要弄一个来泡一下 哈哈一定要一定要 真的很棒 到哪里弄啊 是我是要弄一罐精油滴在洗澡缸里 还是也可以 找一块木头放在洗澡浴缸里面 然后我就放满了水下去泡 然后我的找一块木头比较 比较难嘛 对比较难 职业应该可能就可以 职业是可以职业就可以 那是要去哪里找啦 哈哈哈哈 你要讲啦 行道树很多长树的啊 都要 啊哪里哪里 行道树很多长树 我不能那行道树我去弄 等一下被抓去关哦 我家的家具有没有 家具有没有 不就是叶子会掉落下来啊 那那那那到底要几片 如果是用叶子来泡的话 我可能要 可能要弄弄个三千八百片哦 其实不需要 真的吗 真的不需要 因为常常会有掉落下来的 就是他行道树 包括他的果实 我不知道姚先生有没有看过 像那个人爱路上面整排都是 那你就那个有空的时候散个布 然后你大概从差不多从 五六月开始一直到十一月 你都有机会捡到不同掉下来的果实 他从青他从青绿的一直到黑的都可以 然后你你光是那个果实剪下来 你可以泡在米酒里面 是哦 很好玩哦 嗯 对 然后你泡在米酒里面 他那个气味就会出来 然后你每一次要泡澡的时候 就到 到那个酒 就可以了 对 是哦 这个方式很简单 哦 可是要多少量呢 量的话通常比方说你一个一个罐子 比方说像一个豆瓣酱 用完了然后你大概差不多采那个果子 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那再倒这个米酒 然后那你这样子浸泡着 差不多两个星期你就可以用了 哦 因为我听到你说输金活血 我觉得我很需要 另外一个用法 当然就是直接用他的精油 张树的精油也是 所有很多卖精油的一些厂家也都有 那我就滴两滴在浴缸就好了 对吧 我们比我们比较建议的做法是你可能加一点植物油 然后涂抹在你比较紧绷的部位 哦 好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啊 书里面有太多有趣的植物了 我们待会有机会来介绍几样 再进一段广告 来我们继续跟植物学博士啊 杨志凯博士 还有重量级的方辽名家 温佑军老师 聊这个他们合作的一本新书 叫《疗愈之岛》 在60种森林香气里文件台湾的力量 这本书啊 是商业周刊出版社的 然后整个的设计啊 我觉得很风格也很棒 插画设计是种子设计 这是显而易见 这是一本企划力很强的书啊 就经过了很缜密的研究和企划 才能够造就了这本书 主要还是在谈台湾植物的香气 那着重在台湾本岛原生植物 这里面有提到一个植物 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就是接古木 来来来两位老师 谁能跟我介绍接古木 那其实我觉得要吸引人家注意到 它的气味我刚才还讲说 我们森林的老师可能的确 对于那个形容词可能是比较缺乏的 哦真的吗 哈哈哈哈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你很喜欢这个气味 但是从我介绍给学生 因为我们看了一些文献 发现它气味可能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所以在国外它是当成就是寂闭寂 什么寂闭寂 什么意思 寂闭寂 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人做过研究 他是认为说老鼠可能不是很喜欢这味道 所以有国外的研究是把它拿来当成就是的驱赶 就是野薯 它这么香怎么会是讨厌的味道呢 所以我讲的味道可能是我们揉叶子的味道 所以可能不见得是花香味 哦 我们常会让学生做植物的认识的话 叶子揉一揉的这个叶子的气味 可能是变成我们让学生辨识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展 哦所以不是闻它的花味 所以它的叶子的气味 我想很多人闻过 应该会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刺平的 扛不住 比较刺平一点 哦是哦 所以花的味道当然是很吸引人 所以在野外观察的时候看到花香 大概很容易可以看到很多的凤蝶 除了西花蜜之外 另外有一群就是被气味吸引的额类也会前来 你说的额就是飞额扑火的额是不是 对对就是会透过气味来吸引 因为蝴蝶是透过视觉 对哦真的啊 蝴蝶 蝴蝶不是闻到香气来采蜜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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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看花漂亮过来哦 对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啊哦那我们都误会了哦 还好今天老师有讲啊 刚刚夏夜的烟火这个啊 其实也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它开完花之后最重要是传宗接代 嗯 夏夜的烟火它一定是吸引晚上 来瘦粉的额类啦 或者是蝙蝠这一类的东西来进行传粉 哦 帮它来做美人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是蝙蝠或者是蝙蝠 那那个白天的这个有气味的话呢 就可能有一部分会吸引 包含那个就是它是产蜜的啦 所以需要蜜的这些昆虫都会来 比如说有蜂啊 比如说有蝴蝶啊 它们都会来哦 因为我为什么 因为交给温老师 哎那温老师怎么形容 接骨木花的味道 其实我猜 瑶仙所喜欢的那个接骨木 跟我们这书里面讲的 这个台湾的接骨木 这个品种 某古销 它其实是亲戚啊 一个是 一个是表姐 一个表妹 所以我 可能不是同一种 是吧 你所熟悉的那个接骨木 我也很熟悉 我们每年去 以前啦 每年去普罗旺斯 最爱的也是它 它的花香 它的这个花蜜 然后它酿的各种的 这种饮品 就饮料 对 或像IKEA都买得到 对 那个就是北欧啊 就是他们都很多 所以这个不是台湾原生种 对不对 这个他们是 他们是亲戚 在植物家族里面来说 然后那台湾的这个 叫某古销的啊 那它的气味就比较浓重 它就是不是以那一种 轻盈的花香取胜 然后那它的特点就是在 像刚志凯老师说的是在叶片 它的叶片其实 对气味的爱好真的是 喜好是见仁见智的 像我个人就觉得 它那个味道很好闻啊 但也有些人就觉得 它比较 会 就是刚刚他所谓的 他说是刺鼻 寄鼻 对对对 它那个味道其实 我自己花园里面也种啊 它会有那种咖啡渣的味道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香 有些人可能觉得 嗯 没有什么意思这样 咖啡渣 不讨人宴了 就是你咖啡泡完了以后的 那个咖啡渣 其实那不讨人宴呢 对不对 像咖啡 对就是我们 那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我们北部 因为我住在北部 可是在南部的话 比方 因为它气味很好玩 这些植物同一个品种 它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 气味会不一样 是哦 哇又上一课 嗯 所以呢 比方说同样这个 呃台湾的结果木 就是蒙古销 它在南部的话 那那个味道就强的多了 越是干燥一点 热一点的地方 它的味道越是强烈 然后北部像我们这种 很湿的 只有就风又 呃比较大一点的 雨多的 那它的气味就会比较淡 就好像稀释掉了一样 哦 好 好最后一题 肉桂 土肉桂 这个肉桂 跟我们现在在在市面上吃的肉桂 卷的肉桂一不一样 它其实气味是很接近的 是吗 差别在那个肉桂卷的肉桂 它通常比较辣一点 因为那个是西兰肉桂 或者是那个 呃就是 清华桂 就是大陆的品种 我查过一些资料 说马达加斯加的肉桂 或是欧洲肉桂 气味比较淡 那大陆的肉桂 味道比较重 但是它苦 所以厉害的厉害的料理达人 在做面包的时候 肉桂犬的时候 它会调和两种肉桂的比例 但是现在在你们的书里面 也介绍了台湾的 台湾土肉桂 对 我就不知道它的气味是怎么样了 嗯 呃你直接一闻的话 你会就是跟 呃大家熟悉的肉桂的味道是 一大闻之下是一样的 嗯 那你如果是一闻的话呢 台湾土肉桂最大的特点在 它的甜度比他们都要高 哦 那太棒了 那太棒 可是那为什么 为什么烘焙业不用台湾土肉桂 怪了 就是很可惜的 大家其实对宝岛的认识 还没那么多 还是因为没有商业化的过程 有特殊的人去采摘采集 把它商业化 这会不会是一个原因 过去比较是这样 志凯的看法 其实土肉桂 其实它的确跟就是跟外来的种类比起来的确是节食率是比较低的啦 所以的确就是他在过去他栽培上他有的有的需要克服的啦 哦 那现在因为技术大概也都克服了 所以接下来这件事情应该是慢慢会成真啦 可是不要不要人工栽植啊 现在台湾人又很迷恋野生什么都要野生对不对 龙虾也要野生这个也野生那个人也野生 野生的确有他很重要的那个那个市场 不是连走在路上都要捕捉野生林志玲之类的 有没有 是不是 植物其实经有研究 其实还是还能工栽种跟野生的 其实的确蛮类似的啦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到采集野生的 你的意思说差别其实没那么大 对对对 所以不要迷恋 要不然那个价差是很大的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野生 只要冠上野生两个字 那个东西就贵 大概就是非法采集啊 就是哦 另外一个讲讲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采野生的 可能他是判了这个可能是办了国家森林法啊 哦 是国家公园法啊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也是比较不建议啦 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要说不建议不准 好不好就是不准啊 哈哈哈 不要迷恋 那就所以就是说就不准 对应该是这么解释啊 后来后来 好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 已经到了 各位听众及观众朋友啊 这个杨志凯老师跟温佑居老师啊 两位他们合作了一本叫疗愈之岛 有60种森林的香 从60种森林香气里 闻见台湾的力量 闻见台湾的味道 这是一本还有插画类似图鉴的书 而且介绍的非常仔细 如果想要认识台湾的植物 尤其是喜欢味道这件事的朋友 不要忘记去翻一翻这本书 真的很好看 今天谢谢两位的时间跟我们连线 下次有没有机会再合作什么新书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有没有那本新书 因为我们这本写的比较多是木本的植物 所以我们下一本会写比较多草本 那可能实用范围更广泛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在栽种啊 还有就产业化上面 潜力会更大 好的好的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时间 谢谢两位 拜拜 谢谢主持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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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